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新闻保安馆的现场 以及在网上参加我们今天举办的 香港新闻保安馆赛马会资讯数量公众教学项目的 流感与新冠肺炎的下日危机的讲座 不好意思 我们本来说两点钟开始这一次的讲座 因为教授要在大学那里 有同学考这个执业史就延迟了 我代表我们新闻保安馆和大家自协 也非常多谢教授 又没吃饭又很辛苦地赶过来 我们今天的讲座 是得到香港大学内科学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管 孔范仁教授和我们讲述一下 现在流感和新冠疫情的情况 亦都近日多了上呼吸度的感染个案 多谢孔教授和我们讲一下 流感和新冠肺炎在下日里面的危机是怎样 多谢教授 我知道你连饭都没吃 不要紧 不要紧 好 多谢孔姐 先说句对不起 因为不好意思迟了 因为今天我们考了执业史 迟了整个小时 中间可能有些停顿 所以 今天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下季的时候 对于新冠和流感 我们有些什么的 估计情况会是怎样的 还有有些什么我们现时 是最新的情况 关于新冠和流感 以至到有些什么的预防措施 可以减低感染 或者减低重症的风险 教授 其实我们过去看看 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譬如说长者 或者是小朋友 是 感染到流感 那个严重性 甚至乎是 亦都有小朋友 因此过了身 是 其实呢 虽然现在说 看到一些数字 就是这个星期比上个星期 好像好了少少 但是其实也是严重的 还多了一些其他的 上呼吸道的感染 其实是的 那 之前我在11月 12月的时候 应该是和May姐有访问 我都说过 会有机会一个双峰 就是double peak 两个高峰的 一个的冬季的 或者春季的流感的爆发 那时候我都说过 有机会是 H yard 跟着H3 但谁知道倒转 这次是H3 跟着H1 那 亦都是同时间 亦都有新冠的爆发 的出现的可能性 那整体来看 其实反而在 如果流感方面 其实重症方面 比较多是儿童的 反而是长者方面 我们 就算看回马里医院来说 我们甚少 比较少 尤其是H1 流感的重症的长者 有 但是个案很少 相信是因为 本身长者 以前已经感染过 很多次的甲型流感 亦都有打 那个流感针 所以整体来说 重症的比率 相对地是少 比起儿童 那儿童的问题 就是因为 整个真空期 三四年的新冠 其实那三年的时间 基本上没有流感的爆发 所以整体的免疫力 其实相对地是差 还有第二 可能家长也没有 带小朋友去打流感针 所以整体感染的风险 是大了 第二 就是重症 甚或死亡的风险是大了 对于小朋友来说 所以也是很重要 就是疫苗接种 是非常重要的 反而新冠来说 就是因为一些新的 稍后我会说到 一些变异的病毒株 走出了 令到其实相对地 我们看到 反而是多新冠的 因为感染新冠 而重症的长者 是入院 那我们也有一些长者 是因为感染新冠 而过生 那有些是 大部分都打了针 或者打过针 但是有小处 是真的一针都没有打 所以也是这么说 长者方面 或者公民人士 应该尽快去接种 XBB一架的疫苗 新冠疫苗 但是现在 新冠那种病毒 又有变异病毒株 去到KP.2 这个变异病毒株 这个KP.2 变异病毒株 如果我们今年年初 已经有XBB的疫苗 有没有有效对付它 一会儿我也会说到 但整体的XBB一架疫苗 对付JN.1 我们看到是 挺好的保护力 我相信 当然我们现在 在看一些 关于KP.2的数据 KP.2本身 都是在JN.1 演化出来的 它有三个基因的特变 所以整体来说 和JN.1很相似 所以我相信 现时的XBB一架疫苗 亦都可以保护到 有足够的保护力 对付KP.2 我知道 你准备了很多资料 和我们分享 那时间 完全交给你了 多谢你 多谢你 好 那我们首先 说一说新冠 新冠来说 现在在香港 我们暂时 就相对地 是稳定的 就是你看到这个图 我们CHP的图 那就是 是一个高峰的 三月的时候 有个小高峰 那基本上 就慢慢开始 有少少回落 但是都 你见到是有个案的 那见到 就是说的是 绿色就是那些 我们叫做重症 红色就是 一些死亡的个案 那整体来说 都是回落 而且开始 有些稳定的迹象 但是 我们不知道 因为现在开始 那个KP.2 慢慢开始增加的话 有机会 是会 去到可能六七月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 的小高峰 都不定 那 现在 暂时 香港来说 大部分的 样本 阳性的样本 佔了八成 都是这个JN.1 那 见到 就是KP.2 已经去到 15%了 那我们有理由 相信 未来几个星期 KP.2 就会取代 JN.1 成为主流的病毒株 那 有少少 亡幅图 但也重要 就是显示到 其实这个 就是Omicron 本身 那个 不同的 变异病毒株 你见到 已经是 两年的时间 已经是 有成 超过40个 不同的变异病毒株 但是 看回 最重要的就是 红色固着这两个 基本上 就是在 B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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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86 这个分叉 走出来的 就是现时 我们香港流行的 JN.1 的变异病毒株 那 JN.1 之后 其实现在出现 JN.1 演化出来的 就是KP.2 就是有三个基因 在刺特蛋白的 一个特变 导致 这个 KP.2 KP.2的特性是什么呢? 它本身的免疫途日 是更加强劲 而它本身的 整体的病况 就是 破坏力 反而相对地 比JN.1低 所以 它的传播性是很高 但是 整体来说 病毒本身是弱了的 所以 可能 多些机会感染 但是感染了 那个 主要都是 轻症为主 之前来说 其实我们看到 就是 所谓的 XVB.1.9.2 和XVB.1.16 但是 这些已经开始 已经被淘汰了 看看 美国CDC的 一个数据 这个 它是 美国相信 比我们早 几个星期 那个状况 现在来说 美国 你看到 主流的病毒株 已经是 KP.2 它占了 接近三成 KP.2 JN.1 占了 15% 另外 其他 JN.1.7 JN.1.16 1.131 那些 占了一个小数 以及 KP.1.1 一定有 但是我们估算 这些 所谓的 变异病毒株 都会慢慢 减少 主流 其实都是 KP.2 是当道的 另外 当然之前 也有XVB 但XVB 已经是 没有了 这个已经被淘汰 所以 JN.1 都是 占了 KP.2 占了 绝大部分 已经取代 JN.1 成为 在美国的主流病毒株 刚才说过 KP.2的特性 其实 你看看 它的免疫图 很厉害 它主要来说 就是 你看到 它 本身 所谓的 传播性 绿色 这个就是它 一个比较 不是绝对的数字 但是它比较 我们用 说的是 这个 蓝色 JN.1 去做一个 比较 的话 我们看到 它比较 蓝色 JN.1 和原本 B.A.2 1 的 比较 都是 传播性 是 强劲很多 无论你在美国 英国 或在加拿大 做的比较 另外 所谓好的消息 就是 这个 就是看到 打了XBB之后的 病人 抗体水平 你看到 其实对付 整体的 KP.2 就是绿色 抗体水平 都不差 虽然没有原本对付 XBB 或者B.A.2 就是用XBB 的疫苗去接种 低一点 但是整体的抗体 都是不差的 亦都见到 如果打了 XBB 加强势的病人 是佔少数的 就是 入了院的 尤其是75岁以上的 长者 因为 KP.2 或者JN.1 入院 其实 打了针 是佔少数的 没有打针的 都是大部分的病人 都是 没有接种的 加强势 而需要入院的 香港来说 那个疫苗接种 是不错的 相当不错 第一第二针 都有超过九成 第三针 有八成 其实看回 打了第六针 就是说 打了XBB 的人士 都有超过 四万五千人 那也是 不差的数据 始终 我们一直都说 长者 尤其是70岁以上 长者的接种率 尤其是80岁以上 都暂时 都是 有少少缺陷的 所以 如果 两成多的长者 都可以 打回 XBB 的加强势 的话 我相信 保护力 是更加好 还有大大减低 重症的机会 我可不可以 问 如果现在 是因为感染了 新冠 然后要入院的 长者 来说 如果是严重 甚至死亡的 个案 其实他们 是未接种 XBB 的一家疫苗 是 我看到的数据 接近 八成都未打針 都未打过 加强势 但是他们之前 也接种过 大部分 都接种了最低限度 两针 或者三针 可能不同的疫苗 可能是 灭活的科兴疫苗 或者MRNA的 伏必泰疫苗 都有的 两款都有 但是留意 主要大部分 可能都已经 年纪两年 过了期 没有打过针 真的没有打过针 因为也没有 这个要求 整体的意欲 是低了 但是长者 尤其是70岁以上 我们都很鼓励 接种了XBB 的一家疫苗 也看到的数据 很明显的 保护力 是很足够的 即是 如果你从来 什么针都没有打过 无论是 科兴或者 伏必泰 这个就很危险 那些是 佔很少数 可能是 5-6% 但那5-6% 大部分 都是长者 很长者 那些人士 就真的 很危险 因为我们看到 譬如 这几个月来说 我们可能也有 4-5个病人 一针都没有打过 那他们真的 进来之后 就是 肺炎 是非常之不重 整体病情恶化的速度很快 基本上 那5位病人 我们应该的死亡率都很高 应该七八成 那 虽然我们给了不同的药物去帮他 但是 效用都是偏低 因为整体他已经进来的时候 已经是相对地迟 很严重 和可能也是很严重 那变成要抢救 其实也是相对困难 但如果他只是打过 也没有打针 三针 那也起码好些 打过三针 其实他见过病毒 整体已经很大的变化了 但是也是有足够的抗体 去减低重症的机会 那我们相对地 他们就算他们进来有肺炎 都相对地轻微的 可能是四分一个肺 或者是整体 都是可能要一些呼吸机去辅助 或者一样去辅助 但是都对于我们的治疗 是有很好的反应 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打针 那个恶化的速度会很快 但是如果他已经打完三针 距离现在 都是过了成一年 或者什么 那就真的如果长者要補打 如果未 尤其是一年 大概一年没有接种过疫苗 也都未感染过的话 没有再感染的话 那其实整体的免疫力 都是偏低 所以这一类的工艺人士 我们都建议 是尽快去接种XBB加强制 再看下去 其实这个都是说 之前的研究 都显示 打了XBB的一针疫苗 其实整体的抗体的反应都很好 也都比起用之前的二架疫苗 是好的 所以你看到 这个蓝色的就是我们看到 整体的一架的XBB疫苗 抗体整体都是很好 也都看到它对付不同的变种病毒株 其实效用都很好 这个包括XBB的病毒株 这个是前一个的研究 上一个的研究 其实就更加显示到 就算JN.1 或者KB.2的反应都不错 这个又看回 这个也是说 最负JN.1 你看到 打完针之后 其实对付JN.1的反应 和其他XBB的病毒株 其实反应都相弱 亦都证实了 打一针的XBB.1.5 其实那个反应都很好 另外一个如果曾经感染过 再打XBB 那个反应就更加好 你看到抗体就更加高 或者是感染过Omicron 再打XBB.1.5 抗体反应又是很好的 就是我们叫混合免疫 另外要讲一讲就是治疗 治疗都很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长者 就算打了针 都会有机会感染 现时我们这个研究 就是我们刚刚完成了的研究 亦都将来很快 会在一个很重要的期刊 刊登 这一个就是看回 原来最好最有用的那只药物 就是我们叫做Paxlovid 这一只药物是最有效的 Paxlovid来说 其实就是一个口服药物 总共就是有 早晚一次每次吃三粒药 那个药物方面 其实虽然是苦一点 但是如果它是可以在 譬如是病发48小时最好的时间 黄金时间内服食的话 其实效用非常好 比起Paxlovid 加上瑞德西韦 或者瑞德西韦 自己的症状注射 效果是好很多的 你看回基本上 就是 如果是用Paxlovid 其实病情死亡 以至到需要那个去ICU 练到绿色线 那个的机率是低很多的 就是比起用一个混合 就是Paxlovid 加莱德西韦 或者只是用莱德西韦 都低很多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 亦都显示到 Paxlovid 就算长者入院 如果他需要用一个 我是叫鼻喉去维持 其实都是会 比起用一个 静默注射的水底西韦 的效果更加好 我想问 现在这个Paxlovid 有没有 哪些人可以用的 Paxlovid 基本上 那个 唯一 叫做 有一个 所谓的不良反应 就是一些药物的双充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在医院的情况 我们会停止了另外一些药物 如果停止的话 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些药物去取代 都尽量是会应用到 这个Paxlovid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效果非常之好 也都知道 如果那个长者 或者病人 是清不了 那个新冠病毒 的话 其实他之后出现 肺炎 我们叫做 Denumunitis 肺炎的机会 是很大 那个手尾都很长 甚至乎有性命危险 所以 我们尽量 都希望用Paxlovid 清掉那个病毒 令到他减低 他有併法症的机会 亦都很重要 告诉你 就是高危的人士 说的是长者 尤其是70岁以上的长者 或者长期病患者 开头的时候 可能没有什么病症 就是说的是 尤其是头那两三天 可能都是 有少少发烧 有少少咳咳咳 喉咙痛 但是不要掉以轻心 应该尽快去看医生 和尽快吃药 因为这个是黄金期 说的是48小时内 如果你吃了药 尤其是吃了Paxlovid 你是会大大减低你重症 或者是併法症 或者死亡的机会 如果你掉以轻心 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好像感冒 你错过了黄金期 之后再去给药 其实就有机会 到入院的时候 已经是重症 就是几天后已经是重症 那时候比药的效用 就会相对低 所以第一 要知道自己的身体 如果你一旦有长期病患 有这个 或者是长者 是高危的人士 就尽快去看医生 尤其是你自己有快测 测到是有新冠 又或者你有些感冒的病症 你华尔是新冠 你没有快测 你都应该尽快去看你的家庭医生 或者去政府的普通科门诊 去确诊 如果知道是新冠 是新冠 就尽快服食抗病 抗病毒药物 即是说 不要自己当自己 好像 经过几年 我很知道 没错 自己去买一些 对 退销药 千万不要 一定要看医生 尤其是一开始 你觉得可能 以为轻症 但是它可以 两三日之内 就会变差 转差得很快 到时 先证吃药 效果会低很多 如果你早些去确诊 早些知道 早些吃药 那你就基本上 不会出现那些併法症 那你就很快 可能在五六日到四五日到 就已经是康复 已经很快 即是说 一定是要 比如说 长者、高危人士 或者身体有其他 抗疫系统疾病的人 一小小伤风感冒 你都要立刻去看医生 没错 最重要是防止重症 虽然 第六七日 如果你做过快测 可能都会隐隐约 看到一条线 但是 其实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基本上 最高危的时间 已经过了 其实等多几天 它都会转阴 所以最重要是 确诊 和去复食 那个抗病 同样的话 好 说一说流感 流感来说 其实 香港的情况 就是 你看到了 真凶 2020 2021 2022 其实是 很少的 丁丁丁 说的是 悲伤有很少的 个案 但是 因为大家已经戴上口罩 很少 相对少出街 少出去 没错 那学校又停货 主要在学校爆发的机会 又少了 亦都少些机会 由小朋友带回家 尤其是给长者 那 去到 大家说的是 去年的冬季 就开始有个爆发了 因为 大家都卸下 那个 预防的措施 那 真观也都过去了 那个大流行 就会有一个爆发出现 那 去年 其实是很长时间的 那个爆发 它 是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冬季 的H1 的爆发 接着 去到6月低了之后 7、8、9、10月 都还有一个下季的爆发 那个就是X3的爆发 很有趣地 就是去到 去到 今年的冬天 12月的时候 就已经 那个X3又反弹了 就不是H1 是X3又反弹了 接着 都未落到底线 又有一个 现时的H1的爆发 那你见到 就是 其实是不停在爆发 中间有些断落 但是 那个爆发 其实你看回 都是 主要 因为 是 整体的社区的免疫 亦是低了 因为 之前的几年少了感染 亦都是 看到可能 那个疫苗接种 尤其是 可能在 儿童那里 都未是达标 虽然是好了 高了 但是都未达标 那 下面的图 就看回不同的 类型 基本上 都是甲型为主 那你见到 去年的 刚才我说过 去年的冬季 三四五月 就是一个H1的爆发 然后 接着来 其实就是 去到六七八九月 十月 都还有 就是一个粉红色的 H3的爆发 紫色的爆发 然后 去到十二月 一月二月 又有一个小高峰 但你见到 已经低过上一次 因为 整体的社区 抗体率已经多了 然后 然后 静止了一轮的 H1 就是在三四五月 又是有一个爆发 现在希望 慢慢是 开始回落 你见到 H1通常是一个 短一点的爆发期 有机会 去到 五月 六月 六月 六月尾 可能会回落 然后 粉蓝色 就是月形 月形 也有一些轻微上升 但现在 又已经下回 接近基线 我们预算 我们预算 可能是 到六月尾 七月头 H1 的爆发 应该会完结 可能又是 头一个月之后 有机会 到八、九月份 就会有 一个下季 X3 的上升 我们希望 推算 比之前 冬季的一波 应该会少一点 因为 整体的抗体 已经足够 相对地 还有下季 其实流感的传播 相对地弱一点 因为天气暖一点 但到冬季又回来 是不是这样 冬季又回来 但是我相信 明年的冬季 我们希望 是会比今年 没有那么严重 而且时间 应该短一点 因为整体的抗体 是多了的 除非是什么 除非就是 有一个所谓抗原飘移 就是 H1 或者X3 或者月形的病毒 是有一个变异出现 基因变异的话 就有机会 可能 就会更加 就会更加严重了 这个一样 其实都是 跟 上一个表 是一样 不过 这个就看回 那个岁数 你看到岁数来说 其实 红色就是 0至5岁 你看到大部分 最严重的爆发 都是在 这些儿童那里了 因为儿童本身 可能出生到现在 都没有感染过 所以就有一个 比较大的爆发 那 接着呢 就是蓝色线 蓝色线 就是65岁以上长者 都是有 比较多的 所谓 是 严重的 或者是感染的 个案 在医院的 这个 接着呢 就是 这个 绿色 就是 6至11岁 所以其实你看到 大部分的个案 入院 其实 都是说 儿童的个案 居多 那 接着就是 65岁以上长者 但是你一看回 50到64岁 这个年龄 比较 入院的很少 基本上 都是65岁以上 长者为多 最严重 都是小朋友 小朋友严重 是因为 过去几年也是 没错 第二 会不会有很多家长 都是没有跟他们 接种这个疫苗 没错 这个流感疫苗 主要是 没感染过 因为过去几年 都没接触过流感 第二 就是 本身是 可能有一部分的家长 都没带 小朋友去打针 因为个个都觉得 会不会太小 打针 其实不是 6个月 打后 都已经可以接种流感 他第一次打 就是打两针 隔开打两针 但是幼童 尤其是 疫苗接种 是很重要的 保护 但是有时候 小朋友 孩子 家长肉痛 看到他们打针 有什么办法 稍后我会说 就是喷鼻式的疫苗 那个是 很有效的 很有用的 尤其是 在幼童方面 可以吸引到他们的接种 因为喷鼻式的疫苗 严重性 看回 就是 全世界来说 其实 那个 季节性流感 都是 死亡率 都 人数 都不少 全世界来说 是因为流感死亡 每年 其实有 50万人 全世界来说 整体的 所谓死亡率 就小过0.1% 但是 全世界来说 0.1% 都是很多人 2009年的主流感 反而相对 死亡的人数 是低一点的 因为 很多 年长的长者 其实 以前 小时候 都感染过 这种主流感 其实都是H1 来的 已经成为H1的主流病毒株 另外 看到下面 那两个H-Man1 和H1N9 我轻轻说一说 就是禽流感 禽流感 禽流感 每年 全世界感染的人 是很少的 所以 你死亡的人数 都少 但是 死亡率是很高的 H5就是6成 H7就是3成 都要留意 因为 你知道 其实现时 在美国 或者欧洲 澳洲 H5-Man1 也有 H5-Man1 的禽流感 在牛 那里爆发 甚至乎 那些奶 都被污染 现时 我们看到 H5-Man1 有些蠢蠢欲动 有些基因的变异 让它容易去到 一些 暴雨类的动物 所以 有机会 不排除 它 可能 变异 是会 令到 它 有效 就在人传人的 那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 如果真的有 它相信 它的败坏力 和它的传染性 是会比 新冠更加严重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去应对 那现在我们相信 第一 就是要 不要接触 禽料 这个很重要 第二 就是 或者减少接触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 因为 我们当然 会密切监察 全世界的 H5 和H7 的变化 那是不是都是要绝食疫苗 没错 其实 H5-Man1 和H7 尤其是H5 是有疫苗的 已经是在 十几年前 已经有疫苗的接种 做了出来 已经做了临床测试 我相信 如果真的有爆发 其实很短时间 应该可以做到 一个疫苗 出来的 另外一件事 也知道 在加禽方面 其实都 应该接种了这些 疫苗的接种 亦都可以减低 禽料 是 加禽 感染这个 禽流感的机会 那就是说 我们不要随便 喜欢 就去喂 野生的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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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一只 雀不幸 死了 那你也 不要去搞他 可能通知 鱼龙署 他有专人 去 处理 那个雀 因为有很多朋友 又觉得 哎呀我要喂白鴿 千万不要这么做 因为 你喂白鴿 是他很大群的白鴿 他有机会 已经是感染了 H5-H7 那 他的 Droplins 那些分泌物 其实都是 有一个很大的传染性 所以 就尽量都避免去 位置 一些雀鳥 另外 当然 亦都 那个 是 在街市 都很多的措施 已经是 implement了 可以减低 那个 即是爆发的机会 基本上 那些 家禽都 都日日清 有一天都会 整个街市 都会去 清洗 这些都是很好的措施 是减低 那个禽流感的爆发 那 看回 如果甲型流感 那个 他相对地 那个潜伏期会短的 是一至两天 通常都是一天 感染了之后 其实很短时间 病毒指数 就会上升 接着 接种以来 半天的时间 就会出现一些病症 包括 发烧 喉咙痛 流鼻水 这些 或者是 红眼 那些不同的 一些病症 主要是因为病毒指数 升了之后 就有一个变异反应 导致到一个 所谓的 因子的 风暴 因子的产生 一个炎症的产生 通常一个星期左右 就康复了 或者五六日 会康复 然后 就是 有一个抗体的产生 会不会都解释到呢 因为我们看到 过去一段时间 有些小朋友 他没有接种疫苗 接着他 本来都说 身体情况非常良好 没有其他事 又没有外游 但是 接着就是 一发烧 进医院 可能是一两天的时候 情况急转 直下变了重症 甚至乎去了脑病边 没错 最坏的情况 可能是三两天 就过身 没错 这个情况 过去这段时间 也看到有几个小朋友 就是过了身 或者很严重 有脑病变 后遗症 那家长应该如何处理呢 其实最主要 就是因为 本身如果你没有见过 这种病毒 尤其是幼童 你也没有打过流感针 也没有任何免疫反应 的话 这个病毒 可能很短时间 就已经入侵了 由上呼吸道 去到一个 所谓下呼吸道 甚或是 入了血 就是Wiremia 进入了血 就进入了 有一部分 已经是 透过不同的方法 进入了你的脑部 導致有一个脑炎出现 或者 一个脑病 甚或是 有肺炎的情况出现 那么 既然因为你没有变异反应 的话 你的免疫细胞 就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 因子风暴 很多时候 就因为这个炎症 是一个很大的破坏 而导致 那个 的儿童 是有重症 甚或是 死亡的情况出现 那么 如果你是打了 流感针的话 其实就算是感染的话 那个病毒的 所谓是 繁殖 replication 是会低很多 病毒量是低很多 当你病毒量低很多 其实你相对 免疫反应 就会低很多 也都可能 整体的炎症 或者因子风暴 相对的轻 很短时间 就会康复 也都大大减低你有肺炎 或者是这个 脑病病的情况出现 所以说来说 都是那个 疫苗接种 是非常 非常重要 那 这个也是说回 就是不同的情况 是 导致是有肺炎 和一些的免疫因子的 风暴产生 导致是 有一些的 拼乏症出现 这个 我之前 七八年前 这个是我 就是 我的研究 nurse 帮我打枕 因为我每年 都会做一些 流感的教育 这个就是在 我们 大学 香港大学医学院 就是 每年我都会 跟我们的一年级 二年级生 和医生 和护士 的学生 做一个讲座 是流感疫苗的接种 那就是 很重要 因为 我们给一些学生 是 互相接种 这个流感疫苗 就是互相打針 互相打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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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他们就会分组 自己互相接种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教育 更为 令到他们 知道 流感疫苗的重要性 在病人的重要性 在医护人员的重要性 也是 也学到 如何打針 因为很多时候 护士 就是很厉害打針 医生 很水皮 所以 也可以令到 医生 醫學生打針的技藥很好 也好,令到他們集以為常 每年他們都會去接種流行病 因為以前有些醫護人員都不太喜歡打針 現在是不是已經改變了 是的,現在其實接種率是高了 仍然不足 但已經說到七成半到八成 很好的,可能之前是三、四成,已經是雙倍了 希望可以更加推高 基本上衛生署和HA都做了很多工作 去宣傳和鼓勵同時接種疫苗 亦都很多時候會上門 直接推車到WARD幫同事接種 現時來說,最常接種的都是四架用雞蛋製造的 一個滅活的疫苗 本身就是透過肌肉注射 現時都是四架的 四架就是一隻H1、H3 即是兩隻甲型和兩隻月型 包括維多利亞和山形的月型流感 即是打了這一針就可以看到H1、H3 兩隻月,四架 即是兩甲兩月都包了 但有一個很有趣的情況出現了 就是新冠之後 那個山形 Yamagata這個月型流感的病毒就不見了 消失了 我相信未必是完全消失的 但全世界來說都見不到 這個山形月型流感的終跡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 世衛接下來都建議可以轉為三架疫苗 三架疫苗就變成兩架一月 即是H1、H3和維多利亞型的月型流感的病毒 但山形就沒有了 接下來大部分藥廠都會做三架的流感疫苗 都有一兩間藥廠堅持要做四架 我們到時就可能看回那個比較 會不會山形會走出來呢 這個也有待觀察 但就不要太猜疑 即是接下來 那一季我們大部分都會接種三架的流感疫苗 根據世衛的指引 另外呢 就是我剛才說噴鼻 噴鼻 你看到這個小朋友很開心 做這個噴鼻疫苗 亦都減低 哭鬧飛沫 亦都那個流程會順暢很多 這個就是一個減活的噴鼻疫苗 適合兩歲到四十九歲的人士 主要是小朋友 應該會很受歡迎 在幼稚園或小學 都現時在部分小學 幼稚園都有噴鼻疫苗 那麼我們都希望呢 那個的 廣金衛生署是 可以是增加那個配額 就是買多些噴鼻疫苗 那麼其實噴鼻疫苗是貴少少的 給流感 就是打肌肉注射的流感疫苗 但是那個好處就是 流程會順暢很多 可能也都少 可能不需要那麼多的醫護人員 少一個護士去接種 上去學校幫學童接種 那麼因為流程順暢 也都可以提高接種率 那麼其實呢 我都覺得是 真是一個可以 應該是給家長 或者是給學童 去選擇的一個接種的模式 即是多些人接種了疫苗 你重症死亡的機會 就低了 其實你那個省的錢 可能是很多 因為 因為你入院 沒錯 你提高了那個兒童接種率 提高了兒童接種率 我覺得就不只是減低兒童感染 是保護了他的家長 尤其是他的 家長 家長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是否當局應該計算 計算得深入些 不是看表面的數字 沒錯 也都建議可以多些的 幼稚園或者小學 可以有這個 噴鼻的選擇 或者噴鼻的配額 但是噴鼻的選擇 這個噴鼻式疫苗 會不會有些什麼禁忌 有些人都不認得 有些人都不認得 包括我寫在這裏 如果你對於蛋白是過敏 你是本身免疫系統 是有長期病患 免疫系統是因為不同的原因 是會差些的 又或者本身你是 其實如果你有嚴重哮喘 的人士 我們的兒童都不適宜接種這個噴鼻式疫苗 就變成是打針 打普通的流感疫苗 但是 我們都這樣說 其實可以做的 就是一個 Opt out program 就是說 學校基本上 如果是 都已經是 預料你學童可以接種 除非是家長 某些原因不同意 變成是 一個Opt out program 就會鼓勵到 學童去接種 亦都可能會順暢一點 就不用說 因為真的要填了一個回調 真的答應了我要打針 才能打針 反而是 我們都會幫你打的了 除非你不同意 你不同意 就告訴我們不打 其實就會增加接種率 但我們 譬如說 現在說 我們小朋友出生之後 很多時候 在醫院都會給你一張 叫做針卡 有些東西 你出生之後 已經在醫院自動打了很多 譬如 我們說 小炎麻痺 白日咳 現在在外國 就說多了很多白日咳的個案 香港最近都發現有 但如果我們已經打了 就不用擔心 很多時候 那張針卡 有很多東西 是要打的 其實很多時候 家長都 你給我一張針卡 就打了 也不用問了 沒錯 如果把這個流感 放進去 是不是小朋友 未來感染流感 或者遇到重症的機會 是低了 沒錯 這個很好提議 如果你可以把流感 放進針卡裡 也間接鼓勵到家長 和帶小朋友 或者學童 接種流感疫苗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記錄 如果你每年都打 你一直都這樣去 令到其實那個小朋友 他長大之後 其實他都覺得 是一個routine 需要去接種 因為我們都鼓勵 其實是全民接種的 不只是公園 公園當然重要 兒童、幼童、長期病患者 是重要的 醫護人員很重要 但是我們都鼓勵 就算不是的話 其他的年齡層都應該 去接種流感疫苗 那個雖然要自肺 但是也是一個很好的 但是小朋友的針卡 是不用自肺的 不用的 所以兒童那個就更加好 你一直都可以打下去 打到你成人為止 有時候家長說 不是我不想打 你放了針卡 就監獄我打 其實針卡也不是監獄 不是的 從來都不是 都是自願的 都是自願的 但是你就不用記 沒有錯了 你下意識就是覺得 真的接種了疫苗 譬如說小疑麻痺症 以前你不接種 小疑麻痺是吃 口服一個疫苗 如果你以前沒有 你不接種 真的會有小疑麻痺症 有有有 現在都有的 現在 Polio就沒有了 但是說的是 八咪 那些都有一些 我們叫做break through 因為你沒有接種到 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爆發的 現在最近八咪是嚴重了 是嗎 八咪 有些地方麻痴也有爆發 那些都是因為沒有接種疫苗 而有爆發的出現 但是我們香港就少一些 八咪就有另一些原因 八咪可能有一些病毒基因的變異出現了 令到那個爆發更加加劇 但是香港因為好像你說 麻痺、八咪這些 其實有個小朋友出生的 針卡有了 所以沒有在比較 譬如說歐美國家 那些八咪近日很嚴重 我們沒有那麼嚴重 全世界都有爆發的 是 因為那個基因的變異 那也都是有些地方 那個接種疫苗的比率是差了的 有些地方都是差了 但是香港來說接種率也是很高 這個就不需要太擔心 但是八咪的死亡率是否高一些 八咪級來說如果真的感染 那個重症的死亡率是會比流感高的 所以大家都不可以掉以輕心 沒錯 但是那個應該暫時都挺好的 就是接種率很高 香港接種率相對高一些 好 那好 那就看回這個也是早期的研究 在刺針傳染病的期刊 都是看回就是 很好的 你看到兒童接種了噴鼻疫苗之後 那個保護力都非常高 有些九成有些七成八成 大部分都是非常好的 那個效果 那長者方面有些什麼選擇呢 就有些我們叫做 是 recombinant 這個基因重組的疫苗 那也是一些新的疫苗 是可以加強那個 長者那個 對於流感疫苗的免疫反應 那另外就是 我們之前都說過的 我自己本身 團隊做了很多的研究 就是 皮內注射的流感疫苗 也是因為那個 那個 本身 多一點的免疫細胞 在皮內 會令到那個 抗體 甚或 符合記憶 是會更加好 那這些是不同的針錐 你看到 這個是我們經常用的 就看到那個針錐 是一排 很細的針 就是剛剛好 短針 是打到皮裡面的 那這個就是另一款 就是已經是 Fill up 了的一個 的疫苗 流感疫苗 也是皮內注射的 那我們皮內注射 另外除了是 皮內之外 我們有時候 就塗一個 米歸摩特 Immicomo的藥膏 才打 我們看到那個效果 就比起皮內注射 和肌肉注射更加好 亦都可以 對付到一些 我們叫做 抗原飄移的 流感病毒 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亦都減低過感染的 比率 好 去到最後 那我們展望來講 新冠 其實我們現時很好的 已經有一個很好的 所謂的 混合免疫 有很好的疫苗接種率 還有 也有很多人已經感染了 所以有一個好 混合免疫 也有一個很有效的 抗病毒藥物 我們知道 XBB的一架疫苗 其實非常之有效 對付JN.1 應該對付KB.2 也是非常之好 所以 都是奉勸 如果沒有接種 XBB加強劑的 工藝人士 包括長者 包括長期病患人士 尤其是免疫系統受損 做過移植 肝細胞 或者是內臟移植的人士 用一些免疫治療的人士 或者是生物製劑 化療的病人 都應該盡快去接種 這個XBB的一架疫苗 可以有很好的保護 對付JN.1 或者KB.2 如果是公為一族 不幸感染的話 也不要掉以輕心 雖然可能 開頭是輕症 但是那個基本上是治療的黃金期 所以輕症 如果確診的話 應該盡快去服食抗病毒藥物 令到減輕病情 亦都讓你可以快些康復 這裡有個問題想請教教授 你剛才說 如果是感冒 長者來說 或者一些高危一族 他是有發燒 有感冒 你不要掉以輕心 真的要去看醫生 然後吃抗病毒藥物 就是你剛才說的 帕克斯維洛克 但這個就是 譬如說 小朋友來說 有些年齡的限制 不一定是 小朋友就可以做 小朋友暫時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12歲 12歲以上 都可以服食 或者一些 已經發育 尤其是大隻 快了肉 的兒童 其實都可以 我相信現在都在做一些研究 小朋友都在做一些研究 暫時沒有一些藥物可以用的 一些針對性的治療 暫時沒有 不過 水德西衛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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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分別就是 我們很少 很少見到 嚴重的新冠出現在兒童身上 基本上很少見到 因為 已經打針了 總之 如果 12歲以下的小朋友 你這些抗病毒 有年齡限制 又不能用 沒錯 他唯一可以應對 就是 真的要去打針 沒錯 他應該是 譬如一出生 六個月之後 都應該去接種 那個份量當然不同 是接種現在XBB的一家疫苗 又是打兩針 那個之後 其實就很穩陣 因為他見過病毒 基本上兩針已經足夠 在兒童方面 不需要再打 也有很好的免疫反應 我們基本上 真是很少很少見到 有從症的兒童 所以 新冠在兒童方面 就不需要太擔心 新冠主要是 長者的感染 很嚴重 所以就是 接種加強劑 和 儘快 如果確診 做快測也可以 又或者去看醫生 做快測也可以 確診如果真的新冠 就盡快去 服食那個 Paxovic 抗病毒藥物 如果處方的時候 有些疑問的話 其實 醫生都可以建議 怎樣去處理 有些藥物 因為真的可以停止 就可以給抗病毒藥物 所以你要去看醫生 才可以給你 沒錯 就算不吃到 Paxovic 吃Monopervia 另外一種 抗病毒藥物 其實效用都很好 那 流感方面 當然 疫苗接種很重要 在兒童方面 在醫護人員 和長者 長期病患人士 我們希望 多些的配給 是有噴鼻式的疫苗 尤其是幼童 幼稚園 或者小學的學童 讓接種率 再增加 另外 當然可以 加入針卡 還有 可能是一個 op out 的program 那些都會增加 疫苗接種的比率 另外 就是 我們相信 每年的冬季 入冬 是最好的時間 去接種 流感疫苗 還有如果有新的 新冠 應該都是每年 有一個新的新冠疫苗 接近流行的 病毒株 所以 可能都是冬天 可以打流感針 又可以打新冠疫苗 如果最後都是擔心 尤其是長者 擔心 在一些人多的地方 盡量避免去人多的地方 如果真的要去 尤其是室內的話 可以配戴口罩 可以保護自己 如果真的有不舒服 盡量留在家 不要上班 不要上學 還有如果真的要出街 也要戴口罩 就可以保護自己 又可以保護其他人 不是給僱主聽 如果你有同事病了 你不要說 現在不要緊 留很少的東西 就上班 新冠都不要緊 戴口罩就上班 其實僱主 應該是留在家 一兩天 因為過了兩天之後 病毒指數就會跌倒 傳染性就會低 聽到有些僱主 也要戴口罩 政府都沒有叫隔離 照上班 戴口罩 其實這些僱主 都不可以這樣 對 不可以 最好都是 在家裡休息 其實過了兩天 就康復 病毒指數就會低很多 當然也要戴口罩 傳染給其他同事的機會 就會大大減低 簡單來說 無論是新冠 無論是流感也好 最重要是要怎樣 防止重症 以及要入院 甚至死亡 都是要按時接種疫苗 沒錯 疫苗接種 還有當然 如果真的不幸感染 就盡快去看醫生 確診 然後去吃藥 最近是說 上呼吸度的感染病毒情況 其實是多了 包括核包病毒 早前也聽到你有說過 還有藥劑師學會也有說過 核包病毒 是不是都可以有疫苗去接種呢 核包病毒暫時來說 那個疫苗只限於是長者 我們相信 將來兒童都會有接種 因為現在已經在做一些臨床的研究 核包病毒很有趣的 它維持爆發的時間是比流感長的 在香港來說 通常一般是3月到9月的 尤其是4月到8月這段時間 即是現在是 現在是正在升的 未到最高峰 最高峰通常是8月到9月的 要看去年來說 症状不是跟我們平時感冒相同嗎 一樣的 又很相似的 但是它是容易醫治 還是嚴重一些 如果是年輕的 即是65歲或70歲以下 病症很輕的 通常都很快就好回來 都是流鼻水 咳嗽 但如果是長者 尤其是 研究顯示 70歲或80歲 尤其是長者 又有長期病患 包括糖尿 包括有肺阻塞 這些疾病的話 其實它那個 那個拼發症的機會 就很大 亦都可能會有 肺炎的出現 甚至乎 我們見到一些研究 是死亡的比率 是比流感更加要高 在長者方面 住院的時間 亦都比流感更長 所以 這個核包病毒 其實都是 一個很重要的 在長者方面 一個重要的疾病 兒童都有的 但兒童通常比較輕症 所以 長者在核包病毒的 疫苗接種 因為暫時沒有藥物去醫治 所以 預防的話 就要靠那個疫苗 一針過的 那個疫苗 暫時就沒有在政府 那個疫苗接種計劃裡面 就是說長者都不會免費的 那私家醫生有沒有 私家有的 私家已經有得接種了 但是我是長者 我又很機策 那些針 其實這樣說 我猜是貴的 那 會不會 譬如你們 委員會 都會在這裡研究 政府 其實現在都在看一些數據 是 因為會做一些 講的是 我們叫做 核包病毒 對於整體 香港長者的健康影響有多大 那個疾病有多大 就是每年有多少症 多少需要入院 多少是死亡的個案 或者重症的個案 需要入心肢治療部 那另外 又會看回 那個的時間 就是每年那個 季節的時間 都會 可能做一些所謂 就是 那個好處 還有 需要的金錢 一個平衡 那 我們都 希望 可以 可以 短時間之內 是 給長者 可以 免費 接種 希望可以 加回政府 接種的 計劃 但現在都要看回 一些數據 另外 當然 希望 如果 有這樣的 access 有這樣的接種 我們可能 會優先給一些 很年長的長者 即是80歲的長者 還有 最高危的 即是有廢棄了 或者其他 長期病患的長者 然後 慢慢 可能推展到 例如說 65歲以上 或者再 掩蓋到其他 長期病患的 年輕一點的病人 那 兒童方面 我相信 希望 短期內 都會有 疫苗的接種計劃 是希望 可以給兒童的 但暫時還在做 都是要做研究 是的 但因為 這個核包病毒 剛才說 譬如好像新冠 都有不同的 抗病毒的藥物 就可以醫治 現在核包病毒 是沒有藥物 沒有的 暫時沒有 真的要對付應對 就是接種疫苗 沒錯 譬如說 剛才說 可能3月 至9月 都會是一個 比較高峰期 沒錯 你在醫院見不見到 現在 暫時少 我們 譬如 在我們感染病房 暫時還沒有 Rsv 出現 但是我們相信 可能去到 7月 左右 7月 8月 9月 就會 一個高峰 真的會見到 多些病人 去年我們都是在 8、9月份 看到最多 Rsv 的病人 所以 希望 希望 短時間內 有機會 多些長者 有機會 接種到 核包病毒的疫苗 現在政府沒有 這個計劃 等研究報告出來 私家醫生 可能有 但是 如果沒有 接種 計劃 給長者 我是長者 我又沒有 這樣的能力 去私家裡打針 我自己可以 如何保護自己 我想 最重要 都是 留意 如果真的 很嚴重 尤其是 7月 8月 9月 那時候 要特別小心 我想 最有效的 保護 都是 戴口罩 真的可以 保護 長者 對付 所有 上呼吸道病毒 做法 基本上 如果在室內 乘車 乘巴士 又或者去室內 人多的地方 盡量都戴口罩 去到室外 其實相對地 風險低很多 因為那個 換氣很快 等同於 一個負氣壓病房一樣 所以室外 如果相對地 不是太人多 其實都可以隨便戴口罩 但是如果在室內 一個密封的環境 或者一些 在交通工具方面 就都 考慮戴口罩 即是說 個人自己要注意 個人的衛生 這是非常之重要 我們自從2003年 有SARS 接著 過去幾年 就是新冠肺炎 好像都是不停有不同的疫症 然後傳播 其實我們人類 應該怎樣去應對 這些大自然的病毒呢 我想幾方面 其實 應該這麼說 始終 最有效的 都是 疫苗接種 第二 就是 其實 一個比較 因為接種疫苗之後 就算你感染 其實都是相對輕症 感染的 因為自然免疫 都是重要的 但是 我們自然免疫 是重要的 但是 我相信 如果能打針 你有適當的 足夠的抗體 其實 之後再感染 就會安全很多 而且重症的機會 就會少很多 所以 這個 應該會是最好的 應對策略 另外 當然 一些抗病毒的藥物 也很重要 希望 有一些藥物 可以對付不同的 同時間對付不同的 上呼吸毒病毒 也會有一個很好的幫助 另外 當然就是一些措施 包括 可能是 尤其是 例如禽流感 你應該盡量少些接觸 加禽 或者 例如 可能 現時我們採取的 所謂日日清的做法 一個 一日休市 或者 甚至 之前說過的 一些中央屠宰的方法 都是 一個很好的措施 去減低 禽流感爆發 當然 亦都是 例如 一些 高危一點的研究 那些 也要很小心 因為 都會 有些風險 但我相信 最重要的 都是 疫苗接種 非常重要 當然 不同的地方 都有很好的 一個 我叫做監察的機制 就是監察 會不會有一些爆發 尤其是 可能在 禽流感 在動物 在家禽 的爆發 那些 都很重要 因為我們 譬如說 由SARS開始 那時候 人們很喜歡吃東西 我餵食 吃野味 各樣 引致可能 這個SARS 就出現了 接下來 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現在 少吃了野味 但仍然是很餵食 有什麼辦法 野味 這件事 要全面禁止 因為 那個是 令到 製造了 多些機會 是那個病毒 由 動物 尤其是 可能 說的是蝙蝠 可能 說的是 不同的 家禽 是去 Cross species 就是 跳下去 別的 捕魚類動物 或者 到一旁 可能捕魚類動物 也不一定 然後再跳去人 那個是 那樣東西 要 完全是 停止 就簡直是 令到 它沒有辦法 可以 跳下去 捕魚類動物 或者跳下去 人類 這個是很重要 現在有些朋友 就說 我真的喜歡吃新鮮雞 新鮮湯 那些雞 是好吃的 但其實 是不是真的 這個 其實 現時的措施都很好 就是 所有 所有 家禽都有 疫苗的接種 就是 HMH7 另外 亦都有 一個 街市 夜日清的 做法 休市一日的做法 這些都很好 已經是 大大減低 爆發的風險 當然 最上算是 中央屠宰 但是 關鍵是 現時 我們這個方法去做 都是可行的 亦很有效 最重要 其實都是 如果是 在香港以外 亦都減低 是接種 尤其是 不要是 自養家禽 亦都是 不要去 在香港來說 不要去 接觸一些 家禽 去威治家禽 或者威治著鳥 如果去旅行的時候 減低我的風險 千萬不要去那些地方 看看別人 養雞 覺得很好玩 真的要小心 沒錯 各位朋友 今天我們很感謝孔教授 大家 現場有什麼問題 亦都歡迎大家 可以問孔教授 或者網上的朋友 就是有問題 亦都可以請教孔教授 好 現場有沒有朋友 要問問題 沒有 沒有 沒有問題 網上朋友 有沒有問題 看看網上朋友 有什麼問題 先 好 我想 還有問題 要問孔教授 剛才我們提到 就是 這個百日咳 現在得到全球感染 就說 上升趨勢 譬如說 香港來講 現在到前日 有28宗病例 小朋友 和嬰兒兒 其實這28宗 佔了差不多 七成都是嬰兒 或者是小朋友 歐洲來講 今年頭三個月 已經有32,000宗 內地有59,000宗 又有13個人死亡 這樣 其實百日咳的處理 不妥當的時候 是否會很嚴重 我相信 確診也是一樣 確診很重要 除此之外 就是 幼童的時候 疫苗接種 雖然 現在的疫苗 可能還未是最好的 因為 本身一些 基因的特變 令到 病毒傳染性高了 或者免疫力 對於變種病毒 變種病毒 亦都會有一些相對的改變 更新 另外當然 就是要 盡快去確診 那個百日咳的感染 去所謂 盡快得到這個治療 即是有約去應對 沒錯 即是說 無論發燒 無論你自己當是感冒 很小事 或者你咳 經常都會咳 都不能夠掉以輕心 沒錯 特別是小朋友 特別是小朋友 香港來說 不算太嚴重 在這方面 但是 都是這樣說 那個預防是勝於治療 所以 最重要 暫時來說 都是疫苗接種 雖然可能未必是 真的100% 但始終 那個疫苗接種 是很重要的 即是好像 好長期 經常叫人打針 這樣 但這個是必須 是嗎 是 還有 有位朋友 在網上有問題 他說 想請問教授 長者是否必須去打蛇針 蛇針 不是必須的 不是一定要打的 因為可能你都看到很多疫苗 長者 現在都要打 但是蛇針的重要性在於 就是 那個 那個 生蛇的話 其實是 那個 神經痛 是 是很痛的 那樣東西 是最 令到 病人困擾的 亦都是 可能那個時間 相對地長 即是說 幾個月 或者半年 所以我們都 建議 50歲以上的人士 都可以考慮 因為暫時都是自費 去 打兩針的蛇針 現時那個新的蛇針 那個重組的 疫苗的蛇針 就算是 免疫力差的人士 都可以接種 亦都應該接種 那 好處就是 見到效用 去到十年 打後 都是維持得很好 所以 基本上 打兩針 已經是 我相信可能都不需要再打 即是可以終身免疫 可以 lifelong 都不一定 所以 都建議 如果是可以 負擔得起 50歲以上的人士 都可以 是 選擇去打 那種蛇針 生蛇 我們中國人來說 很多時候 生蛇 很危險的 我們小時候聽聽 生蛇 可能會死 其實 生蛇 是一種什麼病毒 生蛇 是水痘病毒 是一個水痘病毒的復發 基本上就是 你小時候 如果感染過水痘的話 水痘病毒就會 會躲在你脊椎神經線上 平時就不會發作 直到你可能 免疫力低 你年紀開始大了 那個抗體的 整體的反應 是開始 遲緩或者 低了 它就會有一個 復發的情況 那它復發 通常是跟著 那條神經線生的 你可能都會見到 一開始的時候 小小痕或痛 幾粒的 兩三粒的 水泡仔 很小的 那你就已經 可能要醒水 可能已經是 一個生蛇 那如果真的 有這樣的情況 就應該盡快去求醫 盡快去吃抗病毒 藥物 因為有很有效的抗病毒藥物 只是口復的 那你基本上 吃五天 就已經可以 制止到它 惡化 也減低它 破壞神經線的 時間和嚴重性 也可以快些康復 也減低你之後 出現神經痛的機會 所以 第一 當然是疫苗接種 蛇針 其次 當然是 確診和口復藥 所以 自己都要留意一下 病徵 真的很痛 我生過 痛得很厲害 而且整個臉都出了一粒 很大的水斗 有些洗出來的臉就更加 很可憐 因為那些 有機會影響視力 所以大家都不可以輕心 網上還有朋友問 她說 她說想了解多些 關於百日咳的基因特變 是怎樣改變 令到現在 好像在世界其他地方 傳播都增加了 這個算不算是 新冠的後遺 應該不關於COVID的事 反而可能是 病毒本身的基因 是有一些改變 可能是出現了 其實可能COVID前已經出現了 但是因為 可能 有機會是 COVID的時候 可能是 大家少接觸 所以沒有去爆發 你又不見我 我不見你 之後就是 當你一解封之後 就有一個反彈 一個爆發的情況出現 所以 有機會就是 需要一些 可能真的 疫苗方面 可能有些改變 希望可以是 預防到 那個百日咳 另外 亦都希望 是那個 當然 希望有一些 更加有效的藥物 是可以對付 這個 百日咳 另外 有一位 就是 姓劉的朋友問 她說她6月7日去外遊 她問你 如果現在去打針 不過她沒有問 說打什麼針 她說 趕不趕得及 就是 無論是 打新冠疫苗 或者打流感針 其實兩個禮拜 就趕得及 其實如果 流感來說 一個禮拜都夠的 因為 你本身感染過 也可能打過 流感針 本身的反應 就會快很多 抗體的反應 如果是新冠 其實也有用的 因為 我看到 如果打過新冠 感染過新冠 其實你七天 就可以有一個 所謂的 所以 6月7日外遊 你還不趕得及 今天是25日 所以 你還有大概 兩個禮拜的時間 絕對是夠時間 打新冠 也好 打流感也夠 今天去打 明天去打 總之打完再去外遊 就安全一點 打核包就不知道 因為核包可能未必 未必 未必是感染過 所以可能 不過兩個禮拜都夠的 總之保護好自己 才去玩 美儀就問 蛇針長者要預先多久 要預先多久 打定 沒有說預先要打定 只不過 歲數正確 五十歲以上 就可以打的 因為個個人 其實身體都不同 因為人體內潛伏了 這個水道 沒錯 何時發出來 不知道 所以就沒有說 一個叫預先 何時打定 就是你五十歲以上 我們都建議你 如果是 支付得起 你就可以去 接種蛇針 所以 其實 早點打是好的 你五十歲 打後都可以打的 因為 我們看到效用很好 去到十年 十一年 那個抗體 都維持得很好 所以有理由相信 就算你五十歲打 應該都是 打兩針 兩針 其實六個月的建議 但有些情況 可能要 一個月都可以 譬如那些 要做移植 那些人士 交開一個月都可以 但通常都六個月 即是 如果你打了兩針 就可能差不多都終身 應該是 應該是 這個推斷 因為 如果是感染症 我自己試過 生蛇 很辛苦 很痛 但如果更嚴重 可能影響我的視力眼睛 甚至更嚴重 真的鎖了整條神經線 拍著你的頭 掛揚 真的會 重症就嚴重 很少說重症的 死亡就更加少見 除非是一些 本身免疫系統有問題 譬如HIV 譬如真的要做移植 那些情況 就可能有一些 肺炎的情況出現 那些很嚴重 但是很少會發生 但是最嚴重 我相信都是影響我的視力 那這個就很 可以是 真的 緊要 緊要的 所以我們都建議 五十歲打後 都可以 打那個蛇針 那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肺炎鏈球菌 又是怎樣呢 哈哈 肺鏈可能又要另一堂書 肺鏈都是 就細菌 都建議是接種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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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潺 但是如果你說新的20就可以一針過 就不用打兩針了 一針20就可以了 暫時15就立入了疫苗接種計劃 即是政府可以是長者 20架還要等 因為20架 它遲些推出 所以現在還在等一些數據 即是說如果你說打15 暫時就是15加23 加23就是如果你是長者 或者是哥為人士 政府已經立入了疫苗接種計劃 我們希望盡快可以有20架 給長者去選擇 因為可能有些長者想這樣打一針就算了 因為你打兩針 可能又要回去又要記住 可能20就會簡單一點 因為一針過 但是如果你想打15加23也是可以的 最後一個問題想請教教授 其實我們香港 兩間大學的醫學院 在這個前縣的研究上 我們的水平很高 你說的是疫苗 疫苗或者 我們在說病毒研究 或者疫苗方面是很前列的 就是說由沙士到流感到新冠 我們都是在前列的領導方面 所以其實非常之多謝兩間大學的醫學院裏面的你們教授 很努力地為我們做研究 又醫治體症 又是現在來到這裡和我們做這個講座 希望我們有多些的抗病毒藥物 可以每一隻都搞定的 即是說一隻已經搞定了 又不用這麼貴的 對 或者有一些新的疫苗 可能對付到不同的冠狀病毒 這一類我們希望做多一點 還有噴鼻方面我們覺得是很好的 即是無論流感 可能將來可以有噴鼻 即是其實我們都研發了的了 新冠 但是都是希望可以再有效一點 可能一些對付一些變種的新冠 我們都可以是 我們噴鼻也是在香港大學做這個研發的 我相信這個噴鼻的模式是那個大方向 即是說我們現在開始 譬如說我們在香港可以自己做研發 可以做註冊 將來的情況就是可以 那些藥物便宜一點 是的 還有希望可以自己做得到 有藥廠去生產 一條龍 到臨床研究到頭產應用都可以一條龍 那就更加好 那今天時間夠了 也都非常之多謝各位朋友 參加我們這個香港新聞報案館 蔡馬會資訊素養公眾教育項目 就今天這個和醫學有關的講座 當然都是很多謝香港蔡馬會慈善基金 給我們的支持 更加要多謝香港大學內科學講座教授 及傳染病科學主管孔范的教授 也都多謝現場的朋友 和網上的朋友 現在又來了一個問題 不要緊 我可以回答 好 衛生柱道校流感注射 是不是仍然以肌肉注射為主 沒錯 現在都是肌肉注射為主 可不可以呢 噴鼻暫時只是給學童而已 尤其是說的是幼稚園的學童是有噴鼻 普通成年人或長者就沒有噴鼻 噴鼻也都不建議在長者上用 因為效果沒有接種 沒有打針 但現在是去學校的流感注射 都不是全部都是噴鼻 現在大部分都是打針的 噴鼻佔少數 但我們希望噴鼻的比率 或者是每一間的學校都可以選擇噴鼻的話 我相信那個接種率會更加推高 好 今天我相信衛生柱的朋友 應該聽到我們今天的講座 他們可能都會做多些 看看 計算一下條數 如果你說那些針藥貴 但如果入院的人多了 可能更貴 沒錯 亦有網上的朋友說 很感謝我們香港的醫療團隊 又有美兒也是這樣說 青蛙也是這樣說 大家說多謝你們 說你們很努力做福市民 我們都非常感謝教授 多謝各位 我們都會一定繼續努力的 多謝 下個星期六我們又有講座 留意我們網上的朋友 剛才你不問 教授趕著要回去 他還有一個 不要緊我回答我便會走 他還有一個是說 其實我媽媽是73歲的 她兩個星期前 第二次感染COVID 我幫她做快測的時候 看到那條線都很深色 她都是發高燒 我立即跟她看醫生 不是私家醫生 她有吃了特效藥 她吃完特效藥 但她一直都跟她做快測 大概第八、第九天 那條線才慢慢退 是 現在叫做吃完藥 但她的不舒服都仍然有 譬如好像她說 那些骨頭很痛 還有記事好像不太記住 有些好像老毛 我想問這些是否 就是一些後懷症 COVID 吃了抗物和藥物 其實主要是減低她重症的機會 減低她肺炎 或者是 嚴重一些 可能是一些其他併發症 細菌的感染 那些 但是 我們都看到不少長者 是有後遺症的 未去到長生觀 因為其實都未去到三個月 但是她可能這段時間 都會有一些 譬如感冒完了那些 不舒服 譬如真的有些 可能不停咳 或者是 有些 又睡不到覺 四股不振 那些 其實等同於一個 感染一個病毒 一個上呼吸毒病毒 之後的那些後遺症 那新觀可能會有嚴重一點 也不一定 至於那個記憶方面 有些研究就說 可能會影響那個記憶 也不一定 但是是不是就不知道 因為 長者方面 可能本身那個 腦已經是有些退化 也不一定 但是 可能那個病 是加劇了她 或者突顯了那個問題 出現也不一定 所以我相信 就要 沒有辦法的 是一些比較 所謂是 條理的方法 所以條理的方法就是 可能真的要 用一些方法去 例如止咳 另外就是一些 可能有一些 食物令到她 開胃一點 吃回多點東西 或者是休息多點 那用這些方法 去令到她的 那個康復是 快一點 那 我們相信要一些時間的 還有避免在這段時間 再有其他病毒的感染 那這個很重要 你媽媽現在有沒有發燒 現在沒有 沒有 她都打齊了四針 即加強劑都打完 她自己都沒有想過 突然之間中 她覺得她這次 中是比第一次辛苦 是 OK 第二次中了 是的 她第一次是兩年前 現在就是第二次 是來得很急 她對上一次打針是甚麼時候 去年 去年十月左右 加強劑 那我想 等別的時間 沒有 很難有些 即是 現在沒有一些針對性的 事情可以做 多一點運動 休息多一點 還有可能就會是 有些的 中藥都有幫助的 即是條理的中藥 我們看到都可能會幫到她 但是 都是這樣說 中藥方面可能都是吃一段時間 應該慢慢都會有機會康復 慢慢給時間康復 即是中藥是條理身體為主的 是 那些有幫助的 我們看到 譬如指導咳 睡得好一些 吃得好一些 這些其實都有幫助 因為現在 幾間大學都有中醫學院 無論是中文大學 香港大學 浸會大學都有 他們都有做一些 COVID的研究 那你可以去 很多時候條理 就會比較好一點 去三間大學 那些中醫學院看看 希望你媽媽快點康復 完全康復 那我那些 需要打完第四針嗎 不需要 年輕人真的不用 年輕人沒什麼用 那些都夠抗體的 真的不用 好 謝謝教授 謝謝 謝謝孔教授 多謝各位朋友 參加我們這個講座 下星期我又有另外一個講座 大家留意我們新聞報館網上 就可以看到 你可以報名參加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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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